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16日 傅明尼斯欲擒哥连泰斯 周五清早 巴西杯准决赛次回合再战一场 届时哥连泰斯将主场迎战傅明尼斯 双方首回合战成2比2 不过哥连泰斯近期连续与对手战合 反观傅明尼斯上仗则斋的胜过 此意当然看好傅明尼斯乘胜追击 今季巴甲 哥连泰斯与傅明尼斯目前积分接近 他们之间仅有一分之差 不过傅明尼斯攻击力略胜一筹 他们军场攻入1.54球 阵中前锋几简陆一人便贡献15个联赛入球 不仅是球队的进攻核心 个人也在神社首榜上占据投名 再看哥连泰斯这边 球队阵中没有任何一位球员的入球数达到双位数 头号射手二古德 斯才攻入6球 后者明显缺乏稳定的得分点 在今届巴西杯中 哥连泰斯从第四圈开始 在两回合的交锋中都会输球 球队晋级之路相当惊险 而且击败他们的正好都是巴西球队山度士与哥亚尼恩斯 可见在熟悉他们的对手面前 哥连泰斯胜算并不高 而富明尼斯在经界巴西杯第三圈开始 他们好取五胜一和不败家计 当中多达五场比赛是单场至少攻入二球 足以用数据体现球队的攻击力比哥连泰斯强 最后在双方最近二次直接对话中 富明尼斯路德一胜一和保持不败 得失球为6比2 前者明显占据优势 再加上克军上仗重返胜轨 全队上下士气正胜 富明尼斯此行值得看高一线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